搞钱这个事 和你老公睡觉这个事 不可替代 其他的都可以替代 无关的都干掉 有的人就给我讲 哎呀 老师 我看见家里乱 我不舒服 不舒服去收拾 哎呀 我老公买菜不好吃 那你去买 婆婆洗的衣服不干净 那你去洗 什么都干完 你就没有劲儿去搞钱 我有三个孩子 每天直播 还有公司 我问大家 我洗衣服 做饭 拖地 买菜 干不干 说干的都是难的 我打死你 为什么 我给你们算过账 每星期找个家政 来搞一次 两百到三百块钱 这个事就搞定了 每个月没花几个钱 不要自己在这 哭擦 哭擦 拖地 擦地 边拖边骂 神经病 你们中间有没有一些女的 自己在店里待一天忙了 回去干着家务 骂着人 实话说有啊 他不光自己干 他还想让你跟他一起干 男人 他是干家务的吗 在我们家 我老爷们 我也不让他干 他应该出去 开疆拓土 他应该运筹帷幄 他应该决胜千里 男人回到家里 只有一件事 陪孩子玩 已经足够了 其他的时间 一律去搞钱